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元神,5.1卡10曝光 算也没有钟离 新活动程序谜团见 还送四星一同娘 元神,5.0过后不将哪些角色值得抽 只看强度机制 就这么几个还能抽 星穹铁道,2.5版最值得抽选的6位角色 复刻加速也别乱抽 三个体系即可玩赚星穹 元神,5.1火神开启试玩 实际画面曝光 这台摩托车真帅 星诺宁V3强度超过万叶 元神,夜天地还是那个天地 星诺宁上线卡10 增伤素质完败 元神,5.1前瞻时间确定 星诺宁强度稳了 流水全靠他 5.1最高可获101抽 5.0上半还未结束 很多玩家就已经开始关注5.1版本了 主要是5.0的两位新角色强度一般 而5.1的星诺宁强度又在线 只要能安稳的活出测试符 就是仅次于万叶的最强辅助了 而5.1前瞻时间已经确定 时间是在9月27日 到时记得领300元时 不过现在玩家们应该对元神也不是很在意了 基本都开始佛系抽卡 除了火神 只要喜欢就抽 5.1的复刻位基本也已经确定了 分别是千知 纳西达 胡桃 看来又只能靠西诺宁独自撑起流水的重任了 这话要不要流水 就看西诺宁能不能活出测试符了 嘿嘿 纳西达只有新手是何抽 老玩家基本人手一个了 但现在还有新手玩家吗 最后就是有玩家通过测试符推算出的可获取原始数量 果然这原始又回归正常了 一如既往的扣 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玩家愿意去买大小月卡 现在都只抽火神 其他角色随意了 目前 万叶人在复刻期 许多玩家在纠结是抽取万叶还是新角色西诺宁 两者都是极具实力的角色 万叶被誉为夜天地 而西诺宁则被内鬼大佬们一致认为是人权卡角色 为了帮助人在纠结的玩家 以下是对两者的数值对比和分析 1. 数值对比 减抗效果 万叶人达到40% 西诺宁也能达到36% 两者相差不大 增伤效果 万叶和西诺宁都能达到40% 但在特定条件下 万叶可以通过高精通尺达到更高的增伤 而西诺宁的装武可以提供52%的全元素增伤 其他特性 万叶人巨怪 手感好 西诺宁则提供抗打断和回血效果 对大世界探索者友好 万叶给前台角色提供200点精通加成 西诺宁则会四属性角色提供各种buff除风系和草系 2. 分析与建议 强度对比 综合来看 西诺宁在征服方面略胜一筹 但两者强度相近 在5.0大膨胀的时代 这样的差距是合理的 阵容适配性 西诺宁是很长周输出角色 能让他们摆脱过散限制 万叶则更适合爆发类型角色 能让他们打出最舒适的效果 因此 选择哪个角色主要取决于你的主C是谁 特定阵容表现 西诺宁在一命时 能将增伤、减抗、抗打断、回血等机制给予一生 且全程覆盖 而万叶虽然提供增伤减抗和一定输出能力 但阵容中需考虑生存奶妈的位置 不过 由班尼特存在时 万叶可以扩散火元素 并享受其提供的攻击力加成和治疗效果 中上所述 无论是灵命还是药命的西诺宁和万叶 他们的强度都相当 选择哪个角色主要取决于你的主C类型和个人喜好 如果你的主C是水龙王或仆人等爆发类型角色 幻夜可能更适合你 如果你的主C是赛诺等长手输出角色 西诺宁则可能更合适 原神5.1版本越来越近了 随着西诺宁的不断曝光 也吸引着玩家 主要就是西诺宁的技能定位还万叶太像了 就差一个巨怪 现在西诺宁V3技能改动也来了 也改成了40%的增伤 窗户增伤改成了全队 这么一来 灵命就是完全体了 不过现在只是V3调整 还是要看后续会怎么改吧 另外就是5.1魔神任务中可以试玩火神了 这么快就能看到火神的时机了吗 可惜只是过剧情而已 火神试用中不包括技能 只是以火神视角过剧情 哎 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试用界面 可惜没有技能相关的消息 现在想要超前爆料已经没有消息源了 内鬼几乎消失了 另外就是5.1魔神任务中可以试玩火神了 这么快就能看到火神的时机了吗 可惜只是过剧情而已 火神试用中不包括技能 只是以火神视角过剧情 哎 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试用界面 可惜没有技能相关的消息 现在想要超前爆料已经没有消息源了 内鬼几乎消失了 但网上却有大佬整了个套模的火神 看来是非常期待火神进食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从封单开始 很多老角色就直接成了弃子 不能说角色强度不行 而是新角色比老角色更香 七神也是如此 以雷神为例 不是为了大招帅的话 可玩的角色非常多 雷神现如今的出场率也已经变低了 每次深渊都是固定的那么几个再继续下去 连那戏达可能都要没人玩了 原神5.0开启后 很多角色热度严重下滑 从4.8的持有率也能看出 老玩家已经退坑大半 全是新角色 不然以老玩家的激素应对 也能让老角色的持有率登顶 但现在持有率最高的却都是新角色 那么现在还有哪些角色值得抽呢 其实我们从强度和机制上来分析就清楚了 首先就是纳维莱特 当前版本的绝对真神 强度妥妥的第一 如果是只看强度 那么纳维莱特绝对必抽 打深渊 新深渊 刷副本都是一把好手 然后就是辅助类的角色 以风源万叶为主 不仅能辅助 大世界也非常好用 当然除了万叶还有钟离 弗宁娜 纳西达 夜兰 强度高的同时还附带大世界 探索的能力 当然也有例外 那就是伞兵了 作为主C大世界能力非常强 虽然角色风平不怎么好 但能力这块绝对的强 所以只是冲着大世界体验去的话 伞兵也是非常值得抽的 最后就是雷神 咸云这类强度在一线 但配对他的大世界体验上 都会有所欠缺的角色 不能说他们不好用 只是上面几个都比他们实用 雷神主打充能 半命成C 但在大世界杀怪是真的轻松 雷神连出场都没有必要 只能待在深渊他的副本中 而仙云则是配对问题 因为主打下落攻击 大世界和肖组队会好些 但肖作为老角色并没有多少人有 从持有率来看 新玩家也不会选择去抽肖 在当前环境肖并不是很好用 当然还有一些角色没提到 主要是根据持有率来分析的 至于很多没提到的 基本就是看个人喜好抽取了 5.0开期并没有给原神带来多高的热度 新角色流水也并没有引发奇异器 可见原神玩家流失有多严重 还留下的玩家基本就是盯着火神 但在火神禁止前还有一个5.1版本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版本都有哪些角色吧 已经官宣的西诺宁 剩下三位都是复刻 而这三位根据爆料已经确定为 千枝、纳西达、胡桃 这复刻阵容放在以前绝对吸睛 但现在除了纳西达外 千枝可抽取性不高 胡桃原始人 操作手感都不如仆人 所在焦点全压在了西诺宁的身上 要是强度不高可就尴尬了 现在角色好不好看很关键 但强度高不高却决定了玩家们要不要抽 然后就是5.1版本的大活动 本次活动名为彩糖与强威的换色颂 而本次活动却集结了虚弥大部分角色 说是虚弥跑到那塔团建都不过分 而本次活动的奖励也已经确定了 就是刚上线吸引了众多目光的一同梁坎蒂斯 但对玩家来说 没有得补个图鉴 有得补个命座再丢仓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